12月18日晚有港媒报亮车,现年32岁的前刚介乘杰林,其实生活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般光纤。 据陈杰林自己透露,其实自己在2012年参训港媒之后,就顺利签入TVB做议员,可没想到的是前半年的月薪只有3000元,必须很节俭才能生活,每天吃剧组合饭,不打车不买衣服,看言是食物链的最底层。 不过陈杰林也表示,熬过这段日子之后,只要肯努力去做,也不至于养不惑自己。 为了糊口,陈杰林还经常会参加一些节目主持,时薪只有28元。 除此之外,他也当过李若同的背体,因为只用了一个镜头,导演认为,不必要让本人来。 如此可见,哪怕同为明星,其实也是阶级划分非常鲜明的。 离开TVB之后,陈杰林便开始经商做生意,开了两家名叫Party Room的店。 陈杰林提到,自己做生意时,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,出七头。 资了几十万,结果打了水漂。 他还称,与朋友经营生意时,因为经质太多,最后导致他失去了这个朋友。 其实娱乐圈的竞争一直都非常大。 早前,著名主持人沈梦辰在节目中也提到过,主持人之间的一些内幕。 沈梦辰职员,他还遇到过主持人在台上抢辞出的情况,导致其中一位直接败露。 当时气氛也一度十分尴尬。 由此看来,娱乐圈的新人帮出头,其实非常的不容易,家喻和竞争都是可想而知的大。 。